等一下想要邀請大家來前面一點 然後我等一下可能會發一些就是神奇的小卡牌 是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應該這樣妳要跳下去比較好 我是要跳下去嗎 妳是無限麥嘛對不對 對我是無限麥 他們要再前進也很難 好那 不是這一首了 那等一下 等一下我下去找你們玩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好 可以這樣可以到這個麥可以收多遠 可以到這邊嗎 幫後面的人縫謀一下福利 好啊那我等一下就走遠一點 其實這個是解夢卡 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收到這個解夢卡 那現在剩下的都是我們遇到有緣的觀眾 就是把每一張就像撲克牌一樣 發給朋友們 就是把你們當朋友 然後你拿到那張卡 可能是另外一個人做到夢的字句 所以他會替你解答 你最近遇到的一些困擾 因為每個人都不曉得你會拿到哪一張 你有可能會拿到一句是 我們跟網友一起寫下來的歌詞 如果也是可以站在前面一點 對不對 因為我在三首比較感性的歌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跟大家 唱一些跳舞的歌 對 然後其實要講之前就是我們最近 下個禮拜 28號嗎還是 對 我們下禮拜在28號的時候 還有一場在科海音樂祭的演出 它就是本來海洋音樂祭的一個 同樣的班底的團隊做的 所以它有海技台跟未來台 對 然後就是它是一場還蠻大長的活動 其實我們最近在參加任何一場演出的時候 都是以一個非常珍惜的狀態來參加自己演出的 因為你們也知道在前幾個月的時候 大家可能都被封在家也不能出門嘛 所以能到現場跟大家見面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所以如果今天就是看完之後 下個禮拜還有空的話 也可以到就是 新北市三重那邊有一個 河海音樂節 對 喝完音樂祭 然後是在幸福選樣的 其實感覺蠻壓力的 跟今天一樣是壓軸 但是因為那天有非常多的卡司 然後 第一天有就是有安徒 然後第二天還有 就是在我們一起演出的 還有DC Back 然後前面有固定課 有人來過我們一起唱歌 然後還有提琴專科 還有溫室雜草 還有很多人都很棒的樂團 其他不同的風格的音樂 好 它這首歌一定是要來聽我唱這首歌 我其實在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常常會有一些 房間裡面的壁虎 就異蟲啦 或是一些小動物出現 尤其是貓會走過來 我不知道有這種很神奇的效果 因為這是我另外一個分身寫的歌 所以它就不太像我這個樣子 去表達思緒 然後 如果大家有follow 所有人然後會知道團長 其實有一個作家帳號 叫做安眠巫師 然後 在場如果你追蹤安眠巫師的話 那裡會跟你做一些 父父的正能量解答 對 你要記得加入 這個 那為什麼會引來這些動物 我幹嘛 是因為安眠巫師其實 跟我自己本身之前的行業有關 我以前寫過星座報導 然後算過塔羅牌 然後也寫過人類圖的東西 然後 我也覺得這個世界上能夠存在的東西 是我們未知的力量 然後我覺得有時候 覺得很孤獨的時候 不妨去想一想 其實這個世界上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不快樂 不快樂是正常的 這首歌就在講這樣的東西 就是 如果有一天你跟我一樣 可能 考試考不好 或是工作不順利 你就會一直希望別人跟你說 你很棒 你會更好的 這個更好的 聽起來就覺得 很無力 很無力 因為其實這是沒有辦法更好啊 我以前就是成績普通 然後好不壞的人 然後到現在一樣 就是 在職場上來說 我也不是一個什麼 特別出色的製作人 但我也不會是一個大忘記的人 但我很喜歡用這個速度跟生活過日子 也許也 你的工作跟你現在的處境也一樣 然後我就寫下一首歌 叫我們沒救了 他就是在講這樣的事情 就是 不是說沒救了 應該是說 當我心理不好的時候 不要理我 不要叫我不要憂鬱 不要叫我好起來 那對我來說是廢話 他這一首很溫暖的畢子世紀的歌 送給大家 這是安眠巫視第一首單曲 我們沒救了 還可怕 在不被理解的時候 一如往常在乎一天 任何幽默都能救我 還可以吧 房間不用開除石器 身體跟心一樣乾燥 任何對話都能救我 太陽 一樣的滾燙 醒來的時候 醒來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我們沒求了 不要再安慰我 讓不快樂們 被不快樂成熟 等誰解答困惑 等誰解答困惑 就無故了感動 可惜我們錯 不能感動伸手 還有一個 在不夠完美的時候 一如往常這日天 一如往常這日天 我到底還有夢比什麼 黑暗 其實很浪漫 你會有人 你會有人 懂得發現我 我 我們沒求了 不要再安慰我 讓不快樂們 被不快樂成熟 等誰解答困惑 就無故了感動 可惜我的錯 過了感動伸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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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人 我 我 你會有人 不要再安慰我 讓不快樂們 被不快樂成熟 等誰解答困惑 我 就 我們 擔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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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有 我 他 我 你 我不 他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